HELLO 大家好 我是檀蘭維光耳機的長工 再來工商服務啦 我們這次我們要介紹的是說 我們再把Nike的太陽眼鏡 再重新引進了一次 這個以前我們店有賣過很多 那後來有一陣子 代理商那個有點清黃不接 然後現在我們再重新引進 是因為現在款式又很齊全了 那為什麼會特別推薦它呢 當然Nike這個品牌不用再介紹了吧 夠有名了啦 那它的太陽眼鏡 最主要我非常欣賞 是說它對於鏡片的要求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LOGO 它的太陽眼鏡採用的是 德國蔡司的鏡片 所以光學品質真的很棒 這個真的你要實際上來試戴看看 這個我之前有講過 鏡片的光學品質好不好有沒有 透明鏡片還不會那麼明顯 太陽眼鏡的鏡片 因為鏡片的顏色變暗了 光學品質的差別真的會差很多 真的差非常多 我在戴有沒有 單論光學品質來講 它真的戴起來不輸奧克里 我覺得跟奧克里真的是並駕齊驅 但是它沒有像之前奧克里那麼會脫模 這個目前沒有客人有脫模的問題 再來價格也相對親民 那我們看一下款式 它的設計 腳尾有指滑 還有筆電也有指滑 而且都是非常適合我們東方人佩戴 有的人會覺得 Nike這個是美國的品牌 會不會做的東西是比較歐美版的 但是目前代理上演進的這些系列有沒有 真的都很適合東方人佩戴 我們看它的弧度也不會很大 然後鼻墊真的很高 基本上鼻子不會很挺的人來戴都沒有問題 然後鏡框的設計也很漂亮 像這個鏡腳上有很大的Nike 這個是比較稍微眩一點潮流一點 那也有想要低調一點的 也有簡單的小勾勾 那腳尾的指滑跟鼻墊的指滑 那鏡片呢幾乎啦 當然還有幾支是沒有鍍膜 幾乎都是菜式的太陽鏡片加上水銀膜 所以抵擋強光的效果也很好 當然流行造型上也非常的OK 那光學品質真的很棒 真的建議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你用白天然後你可以來現場試戴看看 你可以看出去譬如說到我們店的門口 在那邊看一下外面的景色 還有那個對陽光的那種阻擋的效果 真的很棒 而且價格也親民 他的眼鏡比他的鞋子便宜多了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CP值非常的高 造型多然後品質也不錯 然後鏡片又採用的真的是 世界光學龍頭德國菜式的太陽鏡片加水銀膜 真的非常值得你們來試戴看看 來體驗看看 那過年期間到2月底之前 購買的話還有送我們偉光的禮券 基本上相當的划算 那就一個簡短的工商服務 就是介紹一下我們現在重新引進的 Nike太陽眼鏡 好 謝謝各位 一點點 EST